我身上穿的是sand badge 最盛的是黑色 黑 这个是gray color 和我身上的sand badge 或是LSM63 这要钱是69 Freeside 一样是Freeside SML的顾客都穿得到 有口袋 左右两边口袋是方身的 它一样是属于比较midi length的长度 这件大裙老师是可以穿的 因为它的长度是有在那边 前面开抄 前面是开抄 前面是有拉链的 穿的时候就是前面拉链开了 这样子套上来 后面裙头是整排 rubber elastic 可以 三个色 灰色 黑色 还有我身上的sand badge 是有拉链的 前面拉链 然后bell是搭在一起的 它这个bell就是这样子两个 bell的耳朵然后这样子穿过来 转到后面一点看 后面是这样子的 有口袋 左右两边口袋是方身的 Freeside 我和这里都是穿得到同一个尺 SML的顾客都穿得到 对啊 你要很冷系列的配搭 很韩系日系 主播的配搭是比较韩系日系的配搭 日系 它是比较素饰的 所以你想说 要看起来比较清秀的 比较韩系的 带着嘴角这样子的 好 那么说一下 显瘦的话 不用讲啦 就是我身上的这个黑色 黑色 来 我身上的是比较韩系日系的 就是这样子的配搭 冷系列的 冷系列的配搭 助理的话 你要显瘦的话就是黑色 反正显瘦的话就是带着黑色 我的身高160整体穿的 也是属于长裙的半裙 它是一个小 比较小的A 可以拉松 对对对 小A 整体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的面料是属于比较 夏天的面料 是属于比较 那种凉爽的面料 轻薄凉爽 它不会透 不要不要说主播商 是浅浅会透 是不会透 它是属于 就是穿的是那种 冷冷的那种感觉 对的面料来的 有些顾客就是喜欢这个面料 毕竟说 他们顾客的地方 对老师 就是说没有忍气 还是说他们需要长期到外面 跑 他们非常喜欢这个面料 所以说这个面料 也是非常适合 现在天气的面料 来的哈 OK L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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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架 显示69 三个色 我身上的是 然后最深的色是黑色 再来就是灰色 OK 三个色 三个色都是下半身 啊 比较适合做下半身的那种 大众的颜色 有口袋啊 左右两边口袋是方生的 然后这个就像刚才讲的 它是比较小A的 OK 它不是那种很flare的那个裁件 前面是有开叉 可是它长度是有在那边做 但是后面 后面是这样子的 我先换灰色给你们看 它的表是搭在一起的 它有两个包入的耳朵啊 就是这样子 两个包入的耳朵 至少还在一起的 这里应该认为 这些东西 那一下 沒有 不更的 是 那么 小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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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呢 母鸡风这样子的话 你就带走这个sandbash 显瘦的话就不要多说啦 我一定是配色 三个色 就看你们既喜欢 一样啊 怎么配搭 你可以带走配搭我这一件真质上 因为我一样配为同色系的就是 我身上的chaco grey配回 深的grey配回 浅的grey一样配得到 有口袋 非常是搭一起的就对了 朱莉和我都是穿着同一个尺码 下单一样啊 你只要打code 和你要的颜色就好了 这个是grey ok 我去换黑色给你们看 下单打code打color就好了 这一件呢 我就会比较强调说 sm会比较好一点点 因为担心 因为它的这个的 这个的群头 它的会稍微会比较 累一点点 如果是for outside 的补客 ok 所以说我建议说这一件的腰围 就不要超过80 会好一点 ok 不要超过80 哈 因为它拉伸它确实是 可以去到蛮大 只是说比起刚才我们有一些款式来讲的 它就会稍微比较 比较累一点点 尤其是for outside 的顾客哈 要回注你的尺寸效量就没有问题了 80还可以啊 80还可以 可能说80多那些就建议你不要带走这个 款式哈 来 我会用黑色啊 for that cpc 穿的很former的 端正的那个 就是那个color coat 只可以穿黑白配的 带走黑色吧 最容易搭的颜色就是黑色 显瘦 ok 也想要显瘦 可是不想整身黑 你的上衣就配搭一下别的颜色 ok 就像我这样 我不要不想像 就比较整身黑 我就配搭了 这个stonewear的上衣 ok con是lsm96 价钱是 啊 价钱是69 有口袋 左右两边口袋是functional 它是裙子来的 前面开叉 属于midiland的长度 后面裙头是raway elastic的三个色 你要显白一点的 带走 你要像我刚才这样子穿 穿回米色的上衣配搭这一个 呃 三个色